我跟妳說啦 嘿嘿 才像你這麼演奏 還生得這麼演奏 演奏還這麼厲害 我跟妳說 美女絕對是妳了啦 妳是要男主角還是要男配角 都要啦 好啦 那就是男配角 男主角都給妳啦 謝謝 再給妳一個主持人獎 好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謝謝 謝謝可莉姐 不要這樣啦 還叫我媽啦 愛愛內 黃光入圍 迷你劇局電視電影 男配角獎的 吳建和 以及女配角獎的苗可莉 試一下賭場經歷的吳建和 細微的情緒轉換 讓角色充滿魅力 而苗可莉完美演藝 守護家庭的傳統母親 就像整部劇的靈魂人物 帶出戲劇的節奏 兩位都是實力拍的演員啊 這道光芒呢 就是來自可莉姐以及吳建和 先恭喜可莉姐 謝謝 昨天拿下了 最佳綜藝主持節目獎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 我也很開心 那如果啊 今天在拿下一座金鐘獎的話 妳有打算要怎麼慶祝嗎 要怎麼慶祝啊 倒沒這麼想耶 但是因為昨天我上台 自己講話講太多了 所以我有點對不起 我們兩位老人家 所以今天如果上去 我真的會節肢一點 好 謝謝 那再來 OK 來 建和 我知道呢 妳的台語不會練重啦 跟我一樣 那剛好劇中的阿岳啊 台語也不太好 我很好奇喔 阿岳這個特色 是本來的設定就是這樣 還是妳加進去的 那導演在 本身劇本設定就是這樣設定 因為他知道我是客家人 然後知道我的台語 不會練重 嘿嘿嘿 那拍完之後台語有練重了嗎 好像有比較好 好一點 但是妳演得很有魅力 哇 今天非常帥 可莉姐 大家都知道呢 妳是一個最會罵人的壞女人始祖嘛 那妳最厲害的是呢 還會用罵人的方式來祝福人 今天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罵妳嗎 罵我 拜託 真的假的 罵我 說不定妳罵我之後呢 我明年就會入圍金鐘獎 拜託 罵我 好啦好啦 我跟妳講啦 才像妳這樣這麼熱鬧 還生得這麼熱鬧 妳還在那裡這麼熱鬧 我跟妳講 美女絕對是妳了啦 妳是要男主角還是要男配角 都要啦 好啦 那就是男配角 男主角都給妳啦 再給妳一個主持人獎 好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謝謝 謝謝可莉姐 不要這樣啦 還叫我媽啦